来到跟君如和Stephy谈谈 让大家了解这部电影之外 也了解一下两位在这部电影里的心路历程 我们知道Stephy和君如在这部电影里 认识异性的时候第一印象很重要 我们先问问君如 新角色里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去玩Dating App 我们知道今晚我们的SweetDating的参加者都非常紧张 有没有什么提示可以让他们在认识异性的时候 或者介绍自己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加之好 首先今晚这个最会我期待的 你也参加了吗 是的 我有报名 你不用了 你现在不用了 我教他们 你好 你好 春后会不会有什么教路 给男士女士SweetDating的秘技 SweetDating的秘技 其实真的很难 因为我自己都没参加过 都没经历过这些阶段 我自己的角度 我就觉得 刚才之前有说过 我觉得 无论男女相处如何也好 都要聆听对方 我真的听过有一些朋友 遇过这些经历 即是来过SweetDating 对方就一两嘴 讲讲讲讲讲 根本就没时间给你讲话 我就觉得 无论你说什么都好 你会给对方一个很不好的印象 就是你根本不在乎对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要讲自己的事之外 你也要给对方时间去讲自己 你觉得第一次见面 对方做什么举动 会立刻加分的 好感到 立刻很好 第一次见面 嗯 你讲的是Date 是的Date 我觉得是一些 对我来说 我自己很注重一些细节 就是两个人 我不论他设计什么餐厅 或者他穿得多漂亮 我觉得细节就是 譬如他准不准时 譬如他进门口 他有没有帮我推门 或者叫食物的时候 他会不会了解我的喜好 这些 如果不记得你那些是否会扣分的 你第一次见面 那就不关 你之后相处的时候 不记得也有机会的 即是有机会分的 即是不记得一次是可以的 不记得两次都可以的 第三次就有点不太好 我还没终于拜拜 但是我就会 可能会记住 即是觉得原来这个人 就是没有记性的 或者是不细心的 即是有本戀愛小器 有本戀愛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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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形容自己是小器 但是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 即是怎么说 是会印在你的心里面 即是你会大概知道 我这个人原来是这样 如果有些东西根本不是那么重要 那就无所谓 即是互相遷就一下 即是原来他是这样的 你不要尝试去改变这个人 即是我觉得他是这样 你都要接受他 他有这种的 和你相处的模式的不一样 或者你自己都有 你自己不知道 你对方可能都会觉得 这个东西我不太对 即是不可以太自私 恭喜你 即是你拍拖了 恭喜 恭喜 好像 说到我 正彩 很久了 也是的 但是搞到很多人误会了我 是不是定了分 还是什么 然后有些朋友 又没有看过新闻 又问 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多谢大家 就是 这样问我 你只是看你的Snowbys 你为什么要多谢大家 是的 第一个问的是Miki 对 原来他没有看过 你为什么要多谢 为什么要多谢 我还没知道你拍拖 即是很自然的话 但是其实 什么 很自然的话 他知道吗 知道 知道 知道的 就是都见过的 都见过 是否都是有小事方面 攻陷了你的 嗯 所以推门 either 你喜欢吃 你喜欢吃什么 那这些就基本了 哈哈哈 我觉得相处真的重要 那 就 我自己就是 就是 大家认识了一段时间 就是相处过 大家了解过 那 才 是的 那他哪方面最打动你方心 细心 是的 很细心的 是不是都一起了一段时间 都很稳定 所以公开 不是的 因为被你拍到 所以公开而已 哈哈 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不是的 其实 其实 因为我以为现在都没有狗仔队 那我就 那我就 又没有迷惑 我觉得大家都 就是那个 我觉得我自己的防备心 就是 捨下了 而且其实我一向都不是很介意 给大家知道 就是我觉得 我是低调而已 我尽量想低调 但是 我又不想隐瞞 因为我觉得 这些都不是什么 就是 那么大一个人 拍拖 那都 那当然 就是希望 就是 因为对方 不是 劝众人 所以我就 都不想影响他工作 或者影响他生活 那 是 你看完暴动之后 会觉得 你一拍拖多久 嗯 嗯 实际多久就不说 但是就 都足以大家了解了对方 的了 是的 但是有没有跟他打 一定个例子 就是跟他人影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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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约会的第一时间就说了 这一件事 因为我都 嗯 首先他圈外人 我都 有这个责任 跟他说这一件事 对吧 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会不会 虽然 不说没有狗仔队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 突然有人拍 或者好像今天那样 有报导 那 所以都跟他说了 他有心理准备的 哦 你听完报导之后 觉得他像Ring 哈哈哈哈 高度似的 哈哈哈哈 是啊 有个高度的 他开不开心开心 他没有在我面前开心 哈哈哈哈 你感觉到他 你感觉到他 我感觉到他 不知道他躲在里面 嗯 哈哈 但是他认识也是台湾人 是啊 是啊 很厉害的 你们怎么会知道 怎样认识呢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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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是香港的 因为其实他也是在香港做事 是的 但是香港人的话 是朋友介绍 还是怎样去认识呢 SPEED DATING 哈哈哈 是没有参加过 不是 不是 是朋友介绍的 是 都是来来去 都是那几米的 不是朋友介绍 就是什么 是中情台湾人 嗯 其实我自己没有特意去 没有特意去 我又不是特意去去台湾 去选择台湾人 就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 无论哪里的人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 大家对 就是适合 那会不会是他们 可能 那么对的 细心一点 有风度一点 那我又不可以这么说 香港男生都很细心 很温柔 会有风度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又不觉得是 完全是的 我觉得是个性 刚好大家都夾到 他明不明得多广东话 有时候你平时 聊天 讲话 都明白的 都明白的 因为他都在香港做事 做了很多年 都明白的 听到 都 都 看见过一下 看见过一下 是否都是以结婚为大事 是否交往 就是音乐 我个人就 见步行步 就不想太远的 是的 还有 不用太大压力 相处一下 大家 了解 再了解一下 你们差不多 谢谢